早起比熬夜更可怕 我们一起来听 早起是自律的低配 自律是成功的标配 每一个成功的人 大多数都有早起的习惯 他们坚持早起极度自律 在每一天的早起中 腾出更多的时间 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公平的 都是一天24小时 有些人把时间用在熬夜上 而有些人把时间用在早起上 能够坚持早起的人 注定一生不凡 容易获取成功 所以早起比熬夜更可怕 早起的人掌控时间 真正的智者不会浪费时间 懂得抓住时间 能掌控好时间 杜绝熬夜每天早起 对自己有信心 对未来有规划 绝不会任由自己 懒床晚睡 早起的人时间观念很强 不会放纵自己 挥霍时间 每天坚持早起 学习更多的技能 先想之余 出去散心 提升生活的质量 也遇见了全新的自己 让生活充满乐趣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早起的人掌控健康 身体是父母给的 健康是自己养的 很多人把身体健康忽略 通宵达旦 经常晚睡 殊不知熬夜的危害有多大 能诱发各种疾病 甚至会危及生命 人活着最好的养生 就是早睡早起 只有保证充足的睡眠 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 戒掉熬夜 坚持早起 就是对身体最好的维护 就是对生命最大的珍惜 早起的人掌控人生 晚睡是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早起是把懒惰的情绪消出去 晚睡影响身体 早起易于健康 能坚持早起的人 会比熬夜晚起的人 生活有规律 做事有条理 因为时间充足 不慌不忙 因为心中有数 从容淡定 一个人能否自律 就看他对待早晨的态度 能做到早起 并坚持早起的人 才不会吃平庸的苦 因为早起 唤醒生命的斗志 提升更多技能 拥有光明的前程 过上更好的人生 在生活中啊 那些熬夜晚睡的人 除了老下一身疲惫 就是一副眷容 而那些坚持早起的人 不仅精力充沛精神焕发 而且心情愉悦 不急不躁 和熬夜不起的人相比啊 容貌上更年轻 所以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杜绝晚睡 戒掉熬夜 坚持早起 你才能远离疾病 延长生命 我愿意好 迪远 我愿意好 是